大家好,我是老鼠叔叔 7月22日英國出了一個BNO Visa Policy Statement 講到BNO移民英國的新措施 同一時間有很多懶人班的文件或影片出來講這件事 但我發覺不同人說有少少出入 其實這份Policy Statement在英國政府網站都可以下載 下載連結我放在下面info box 今天我們下載了,大家一起看看原文說什麼 你用一般的PDF軟件打開的檔案 我還將PDF檔案做了注色,塗了山字,highlight重點 有關歷史背景就用黃色mark 有用來申請的資料做了綠色 這個注色版我都放在google drive 這段前言解釋背景為何有這個新措施 BNO Visa沒有技術要求、收入要求和人數上限 以及非BNO的直系新屬都可以一起去英國 可以開始申請的時間就是2021年1月 最後這段說,他們明白一些97年之後出生 年紀又大於18歲是不符合他們本身移民政策的親屬要求的 所以有關申請他們就會著情鼠 除了著情權之外 這批年青人亦可以經過Youth Mobility這個計劃去英國工作 將來計分制度會比香港申請人比較寬鬆的 這頁是個內容、目錄 這裏又是歷史背景,他們覺得英國也有些歷史責任 BNO在回歸10年前開放給香港人申請 根據英國的紀錄有340萬人申請了 現在過了23年,大約還有290萬人在世 另外你用BNO去旅行,如果有什麼事 你都可以向當地的英國理事館求助 最下面這句就說這個Visa計劃希望申請人自給自足 和可以融入英國社會 這裏就開始講一些細節 第一段就講5加1個要求 住滿了5年之後就可以申請Settled Status 再住多1年就可以申請入英職 頭5年你不用全部時間都住在英國 只要任何12個月裏有185日在英國就可以了 住滿5年這個資格可以保留2年 或者你有特殊原因就可以保留5年 如果你在這些時限裡都沒有走下一步 那你的資格就會取消了 另外你要買保險 適齡的兒童就可以入讀工達學校 以及你要交當地的稅 這頁就講有什麼親屬你可以一同帶去英國的 後面會有些詳細的解釋 這幾段都是重複之前講過的事情 我就不再講了 申請BNO Visa 就有6個要求 第一你要長居在香港 第二你要證明你在英國有半年時間可以自給自足生活 第三你要承諾學好英文 第四就是一份費結合測試的報告 第五就是Visa費用 以及Visa時段的醫療保險存數 最後你不能有嚴重的犯罪紀錄 下面這裡講些收費 但是Visa費用還未訂出來 那他訂了出來大家再研究吧 BNO Visa你可以先申請30個月 跟著再續期30個月 又或者一次過申請60個月 即是5年 在英國旗卡你可以找工作 又或者做自僱人士都可以 又或者讀書 BNO Visa 將會以網上的方式申請 你最好就有本BNO在手 不過如果你不見了 其實他們都已經有資料了 不用特意上網去補塞和補美本BNO 不過有本BNO在手 那時候就會快點 這頁就講上述的政策 就會在未來秋季寫成法律 他們就建議有興趣的人 明年1月才去英國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特別原因 要快點過去 你都可以早點過去 不過我們就要看看 那邊的海關是否批准 這幾段都是重重覆覆 說回之前的事情 你們有興趣就自己再看看吧 最後附件A 就有個表 說回整個流程是怎樣的 除了這份Policy Statement的原文之外 他還有一份Guidance 講解文件的要求 可以和你一起申請BNO Visa的親屬 包括你的伴侶 同性婚姻的Civil Partners 或者同居了兩年以上的伴侶 18歲以下的子女 以及需要你高度照顧家庭成員 那你就要有以下的文件去證明你們的關係 例如結婚證書、出生子和領養子 證明你住在香港的文件可以是 香港身份證、雇主給你的信、醫療卡、選民登記 政府的信或稅單 證明你在最初六個月可以自給自足 包括以下資料 包括Bank Statement、投資組合的資料、獎項金 有英國公司請了你 你其他的被動收入 甚至乎如果你有英國的親友 可以提供住宿給你都可以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留言、點贊、分享和訂閱 拜拜